离家出走的千金小姐重新回家 走到门口却愣住了 一个和她长相一样的女人 问她来找谁 千金立马认出 这不就是曾经的乡村土牛小暖吗 可现在却顶替了她的位置 她问小暖怎么没死 是来冒充自己的吗 失忆的小暖一脸梦 她早就把自己当成了这家的千金 在小韩的逼问下 小暖头脑中闪现出杂乱的记忆 紧接着她头痛欲裂 蹲在了地上 小韩见状立马跑了 回到男友国栋家 她心生一计 既然有人顶替她 那她就可以安心和国栋待在一起 啥时候缺钱了 纠正小暖不在的时候回家拿 也不用怕被人发现 有了这个退路 她花钱更大手大脚 陪国栋面试的空档 她把从家里带出来的项链卖了 可是刚出门 却碰到了未婚夫的妹妹广英 广英说你不是失忆头痛吗 怎么还乱跑 肯定是装病 小韩怕对方知道有人顶替她 急着想走 可广英拽着不放 广英的闺女也说 她肯定是在装病骗你哥的同情 你之前还说不知道我的名字 现在怎么又知道了 肯定是装病 随即闺蜜也上手 两人一左一右 拉着小韩要去见哥哥和父亲 说要拆穿小韩的伪装 让他们认清小韩的真面目 见对方要毁了自己的计划 小韩挣脱广英 转身对着闺蜜来一巴掌 几轮护山后 小韩双拳难低四手 依然被对方揪着不放 此时国栋面试结束 刚好看到这一幕 她一把推开广英 救下小韩 这样广英和闺蜜更加认定 小韩的失忆是装的 为的是偷偷出来约会男人 活动不明白什么意思 牵着小韩就跑了 这可把真失忆的小暖害惨了 广英回到家 告诉了哥哥刚才的事 说小韩失忆是装的 还拿出了小韩当掉的项链 广才对比了照片中 小韩戴的项链 真的是一样 她跑去小韩家 拿出那张照片 说想借一下照片中的同款项链 不知情况的小暖说可以 她让夏人去拿 夏人一看就慌了 这项链小韩私奔时就拿走了 为了稳住广才 夏人说是后妈拿走的 后妈刚好经过 说自己没拿 直接和夏人打了起来 一旁的广才说算了 自己已经知道谁在撒谎 是小韩 假小韩一脸懵 但广才哲哲不休的说 小韩就是为了欺骗自己 欺骗众人 才搞这么一出受伤失忆的戏码 小暖解释说 自己真的不知道 广才拿出了那款项链 说刚才就是为了试探小韩 但小韩却始终在骗人 这项链是小韩昨天荡掉之后 妹妹赎回来的 一旁的佣人说 不可能 小姐昨天一直在家 广才大怒 以为小韩联合佣人撒谎 说完广才就走了 不知什么情况的小暖 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后妈抓着机会训斥小暖 说都是她的错 让家族丢了颜面 幸好佣人以前在小韩的调教下 变得很强势 将后妈挡了回去 一旁的佣人